网友心中十大完美男友的条件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嫁了 来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有什么评论 第一个 爱无急 网友怎么说 你没有钱就算有爱也会吵到没爱 这个最多 这个有一万四千多票 第二个要长得帅 因为脸才是重点 第三是要幽默 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在一起每天都很开心 第四个要有车 男人有车是基本的 我倒觉得还好 然后记得你的生理期 人帅贴心 人丑恶心 然后再来是要孝顺 懂得孝顺父母是基本 再来是要会帮你扣安全帽 这很小举动 但是超贴心的 然后再来是会帮忙做家事 洗碗到垃圾 简单的家事一定要会做 这个第九个是主动帮忙剥虾子 剥虾男友超贴心的 第十个是床上功夫一流 至少姓氏方面不能有问题 那我会把这个 把它往上提 好 这个是所谓的网友心目中 十大完美男友的条件 先起来有评论吗 有 我这十个我都有在自己的FB上面都评论 然后就帮大家突破一下盲点 第一个有钱的话 我会觉得有钱是很好 可他愿意要给你花 那你才会花得到的钱 对不对 第二个话长得帅 老实讲 金城武每天看你也会腻 所以我觉得长得帅其实没有什么 每个人都会人老猪黄的时候 第三个幽默 我觉得幽默这个是我能够赞同的 可是坦白讲 我觉得幽默 据我所知有很多线上 就是很有搞笑的男艺人 他回家可能也累了 他也不会想要讲笑话给你听 所以说我觉得幽默的话 他还愿意跟你分享 那才是真的好棒 搞笑艺人跟厨师一样 厨师回家是不足才 就不太足了 对不对 因为都累了嘛 你都去娱乐一整天了 第四个有车 你知道很多女生都会觉得说 有车来温馨接送情 那你就找那个计程车司机 或Uber司机不就最好 这是我的想法 接下来的话 进了你生理期 这个东西各位女同学们 你们不要会觉得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贴心 他在算 那你们觉得男生物上 就是要记得说你什么时候 安全 对啊 其实人生要有正能量好不好 就是我会觉得都是看到一些 大家不要觉得 觉得哇好浪漫 其实我跟他讲 都是有一些奇特的目的 好然后呢 他讲的很不如道理 蛮实际的 我觉得啦 第六个孝顺 我就说妈宝 下一位 因为其实我觉得孝顺 当然不如说是余孝 可是坦白啦 说实在话 我那时候在单身的时候 如果男生是跟我标榜说 我真的很孝顺 我心里面真的会觉得 那我们就再看看好了 因为我觉得会把孝顺 挂在口中的男人 对我来讲以后 我觉得我跟你结婚 那你就一定是以家人为重 也不是把我摆在游行 所以我才嫁外国人 是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会帮你扣安全帽 我说我跟你讲 这种小举动很贴心 没有错 我认为比较实用的呢 是老了帮我推轮椅 帮我翻身拍谈 我觉得这比扣安全帽好嘛 因为扣安全帽谁不会 对不对 你跟他讲就好了 对不对 好接下来呢 帮忙做家事 我觉得这一点是女生投票出来 我觉得非常的surprise 为什么 加一个加不是两个人的吗 做家不是大家应该要一起做吗 那为什么做家事 会做家事叫做完美的男友 对不对 那我觉得女生不应该会觉得说 家里面要一间扛起来 那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 对 第九个帮忙剥虾 这个东西各位 我觉得很多男生就很假鬼假怪 为什么 在家里面他不帮你剥 他到外面帮你剥 为什么 帮自己做公关啊 今天晚晚跟那个什么 对啊 然后就想说你看 很多女生就会觉得 哇好贴心哦 帮他的女朋友剥虾 很多女生就会觉得帮你加分 那为什么 就受到异性的注目跟青睐嘛 对啊 李老公好体贴哦 是不是 对 那在家里面他都不做 到外面才做 给人家看 对不对 第十个床上功夫一流 这个东西垂垂老矣 这也不是说到流行 所以我觉得女人就是要当自强 我们就自己DIY 把自己喂饱喂饱 就好 可以自己满足自足 我们要自己自足 自产自消 等一下 你好笑 没有 我觉得他讲得很好 是不是很中肯 我跟你的想法可能不太一样 好来来 我觉得有钱啊 就应该我们把它变成 因为他写得很白话 应该就是经济条件 那个身材能力 他要不要让你花 那就要看你的功力啊 所以这个是到你所谓的 这个交往阶段之间 大家彼此之间的 互动跟习惯 没有 那是可以养成的 你如果刚才开始 你就可以觉得 你每次我讲去吃饭 你动不动 皮包就拿起来 你要去付钱 付久他觉得你应该付啊 男生真的会 被你冲掉 所以这个就是我刚讲 就是你平常那个相处的模式 就是刚开始你就把他 你知道吗 那个方向要对 长得帅 我觉得那是两个人 彼此开始第一步 我不要讲长得帅 要有人缘 得你的人缘很重要 缘啊缘 当然也是个性很重要 个性不好 其实再帅也没有用 我觉得还干净啦干净 然后幽默很重要 我觉得男生没有幽默感 哦好冷哦 真的冷笑话都好哦 其实冷笑话 为什么你要看着我 因为有时冷笑话 你们还可以有一个话题 就你好讨厌哦 那个其实都是一种 那个情感的一个 就是有互动啊 有那个交流的一个机会 我觉得即便是冷的都好 对 幽默感很重要 然后有没有车哦 不一定啦 就让你先讲 我觉得这个倒是其次 然后生理期 我先讲哦 生理期它不一定 正向一点 因为我听我一个朋友 一个女朋友讲 我听了我都觉得好羡慕哦 她说其实她 老公非常非常 也不会去记她的生理期 可是她每次 她情绪有波动 她就说 你应该差不多了 她比她还知道 她的生理期 为什么 因为她的那个 生理上面的反应 情绪反应 已经明显告诉她先生说 她差不多MC要来了 因为我这个女朋友跟我年纪差不多 然后她差不多更年期前兆 所以她其实身体其实很乱的 然后她因为受荷尔蒙影响 她常常会突然间暴躁 然后不耐烦干嘛 然后她刚开始 她觉得她男朋友乱讲 因为她说 你应该差不多要来了 这样子 脾气就不好 她男朋友一讲 就是摆摆重 很贴心 我觉得这个 这个反而就是说 不是说你拿什么 拿帮忙买卫生棉 买红豆汤 不是 而是她对你这种体恤 就刚刚那个 徐老师讲的一样 那这种贴心的展现 这很重要 我觉得这个都是 后面加分的部分 而不是你要主动去找 我这男朋友要 要靠安全帽 做家事 不是 而是说 这些比较细节的部分 我倒是觉得是 真的交往之后 加分的 其实我蛮喜欢男生是什么 就是说 你要上车 有些男生他是很不自觉 扑着你的头 怕你撞到门 然后帮你系安全带 那个感觉 我就是觉得还蛮体贴的 我们的首播可能要晃到十一点 对 对 我都刚刚要 对 浩宇对刚刚这个 完美男友跟完美女友 有补充吗 其实我觉得这两个 大家可以再把它看一下 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 很好的心理测验 我们在讲完美的时候 其实某种程度 就是反映我们心里缺什么 然后所以刚刚呢 看像比如说 我觉得女生的可能 还比较没那么准 那可是女生 凭男生的这个 其实对女生来说是很准的 你都可以看得出 这个女生他心里缺什么 比方说像我自己 我以前最喜欢长得帅的 对 然后可是 我每次呢 就是交了长得帅的男朋友 站他旁边 我以前都有一个形容 我就觉得很像那个 粉红朱占刘德华旁边 就是 这个有一个相对就是说 当你觉得你缺什么 你就会越渴望 对方身上有那个东西 所以你站在他旁边 你是说你会自残贤 对我就说我就觉得就是 好像就配不上他 可是就即便是这样 你还是坚持要找一个 长得很帅的人 那后来我就是学 对方是可以逗你笑的 那你觉得自己从小就很苦很穷 然后你要买什么 人家都不买给你 你就会希望你的另一半是很有钱的 而且这个钱还是你虽然买什么的时候 他会恶化不说 全部都给你 那所以其实我们在对对方有很多 其实有很多不是只有这样排而已 他是希望对方同时都有很多东西 对 那这种就是如果是我现在就会回过头来去面对 我自己心里有多缺多少东西 又觉得自己又长得不好看 又觉得自己没有钱又什么 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你才会对另外一半有这么多的要求 所以刚刚两位讲得很好笑 可是回过头来真的很有趣的是 我们怎么从这个东西去发现 我心里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去面对的问题 再次我和这下新的しく识验 所以很ВО绽 легко